美女学员爱上嫁校教练 未婚先孕9个月 结果被对方无情抛弃 眼前的女孩叫薇薇 今年30岁 怀孕9个月的她 孤独地居住在自己的母亲家中 她的男友是一位嫁校教练 曾在怀孕初期照顾她 但之后便杳无音信 男友曾表示 坚决反对她生下这个孩子 理由是担心孩子的健康 可所有的医学检查 都显示胎儿健康正常 薇薇觉得男友这是在故意找借口 逃避责任 失望之中 薇薇还是坚持想要保住这个孩子 独自准备了所有必须的婴儿用品 由于她目前没有工作 这些开支全都是找亲戚朋友借来的 母亲看到女儿这样艰难的 一人承担一切 感到非常心疼 薇薇和男友的关系 已经持续了两年 他们原本计划结婚 孩子也是两人共同的期待 然而怀孕三个月时 男友突然改变了态度 宣布不会与她结婚 这一转变让薇薇困惑不解 她尝试联系男友 询问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但男友却告诉她自己在外地 无可奈何下 薇薇和家人决定去找男友的母亲王慧 王慧透露 薇薇怀孕初期的保胎过程中 曾服用过避孕药 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孩子的发育 尽管医生没有确认这一点 但王慧及其家人 仍然坚持要薇薇放弃孩子 在谈判中 王慧甚至怀疑孩子可能不是她儿子的 这让薇薇的家人极为愤怒 双方差点动手 王慧透露 薇薇在遇到她儿子 之前已经经历过一次婚姻 而且她并没有正式结束前一段关系 这让王慧感觉 薇薇在故意隐瞒他们家的事情 对此 薇薇表示 她的确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是通过亲友介绍与前夫相识的 结婚后 她怀孕了 但不幸 在分娩中失去了孩子 由于经济压力大 加上丈夫长期外出工作 两人感情逐渐疏远 丈夫甚至对她施暴 这种困境 使她决定提出离婚 但丈夫并不同意 因此 尽管他们名义上还是夫妻 实际上 已经分居两年了 在这段时间里 薇薇去了驾校学车 遇到了现在的男友石张 她是一名驾校教练 石张的高大身材和雌性歌声 给了她很大的安全感 她对薇薇也展开了强烈的追求 在接受石张的追求前 薇薇坦白了自己的过往 石张表示 她不介意 并鼓励她尽快结束前段婚姻 薇薇感受到石张的爱意 不久之后 便和前夫正式离婚 一切看似顺利 但就在薇薇怀孕三个月时 石张的态度突然发生转变 当时薇薇腹痛严重 母亲陪同她去了医院 医生警告她 泰儿可能会早产 建议住院观察 由于先前经历过一次流产 薇薇对这个孩子格外珍惜 然而当她尝试联系石张时 却发现被拉黑了 这使她深感痛心 经过调解员多次沟通 石张终于同意见面 可她的第一句话就是 不想继续这段关系 声称二人感情已经耗尽 她还指出 两家的矛盾 主要因为腹中的孩子 薇薇曾多次与她 是否打掉孩子而争论 甚至威胁要跳河自杀 这让她感到极度疲惫 面对男友的说法 微微透露了自己情绪波动的原因 因为怀孕 她在和男友激烈争吵时 情绪失控 说了些气话 她还指责男友石张 在之前的态度上 表现得含糊不清 如果石张能在她怀孕初期 就明确表态 她就不会将问题拖延至今 是石张之前的优柔寡断 给了她希望 而现在她突然改变主意 这一切的起因 都是她的犹豫不决 面对调解员的采访 石张决定单独叙述自己的看法 由于女友怀孕时吃了避孕药 她担心孩子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还特意咨询了医生朋友 石张曾经也有一段失败的感情 当时未能保住孩子 这让她不得不在这次决策上 变得异常谨慎 她希望确保未来孩子的健康 同时 石张提到 微微性格直率 脾气暴躁 她在当地开了一家青疤 微微曾两次大吵大闹 甚至损坏了店内设施 当时店内还有其他客人 这些经历 让她对这段感情 不敢再抱希望 在记者的建议下 双方父母决定见面讨论解决方案 石张的父亲 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一开始 他们家就不支持生育这个孩子 如果当初选择终止怀孕 他们愿意承担相关费用 并且两人还能继续在一起 但现在 他们不会负担孩子的任何费用 想要与这段关系划清界限 而微微坚持认为 孩子检查显示一切正常 不理解 为什么石家一口咬定会有问题 她指出 孩子已经九个月大 终止妊娠已经不可能了 而且有可能会危及自己生命 尽管石张对这段关系 不抱有任何期待 但她表示 如果孩子出生后 自己会按照法院判决 承担相应责任 显然 两人的感情已经无法修复 最终 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微微痛心地说 无论前路多么艰难 她都将坚持把孩子生下来 她希望尽快找到 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 因为无辜的孩子 应得到双方的理解和关怀 那么对此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我肯定了